健康看这里 很多近视的民众为了方便 为了美观会习惯 要佩戴隐形眼镜 但是当心不正确地使用隐形眼镜 可能当中有潜藏危机 像是度数不对啦 长期下来会让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 还有佩戴超过12小时 甚至可能造成脚膜缺氧或皮 颜科医师就提醒了 佩戴隐形眼镜最好是六大包小时为家 而挑选适合的近视散光度数跟镜片的类型 还有每半年得追踪一次度数 才可以确保眼睛的健康 许多近视的民众为了方便美观 习惯佩戴隐形眼镜 但不正确使用隐形眼镜 带来的潜藏危机 您注意到了吗 像是度数不对 长期下来会让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 还有佩戴超过12小时 不仅导致眼睛疲劳干涩 长期下来甚至会造成脚膜圈痒破皮 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先戴正确的度数 就是先找眼科医师验光 然后决定正确的度数 第二个就是 你在佩戴的时间不能过长 那如果你戴到眼睛有刺痛不舒服的话 请务必要停戴 那赶快到眼科就医 眼科医师就提醒 佩戴隐形眼镜 最后以6到8小时为家 另外当过敏性结膜研发作时 再继续佩戴隐形眼镜的话 会造成结膜发炎甚至溃疡 过敏症状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不要再戴隐形眼镜 那如果你戴隐形眼镜 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细菌感染 那除了痒红痛之外 可能还会有眼睛的分泌物 眼屎变多的现象 那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出现黄白色 或是黄绿色的分泌物 有可能就是有严重的细菌感染 眼科医师提醒 佩戴隐形眼镜时 除了正确挑选之外 还有养成清洁 按时抛弃的良好习惯 才能有效预防潜在的危险性 保护灵魂之疮 记者戴成为刘伟辰 台北参访报导